您接下来收看的是 起开得胜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固定在每天晚上的9点半到10点 收看我们起开得胜的节目 我是亚洲投顾分析师张家豪 各位亲爱的朋友 哇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开心 从4月4号到4月6号 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春假期间 张家豪在这边也祝福各位朋友 在这个春假期间呢 连续假期 各位可以过得非常的充实 过得非常非常的愉快 那其实呢 每年到了这个春假的一个期间呢 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其实以一年来讲的话 其实它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了 因为每年的春假都已经来到了4月份了嘛 所以我们回顾这一段时间以来 这四分之一的时间以来 其实台股的行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热络 怎么说呢 我们就以4月的台子期 开始来跟各位来做一个举例就好了 来 各位好朋友 4月台子期是从哪一天开始成为主要假月份的 你说张老师 3月19号是3月台子期的一个结算 所以4月台子期是从3月19号开始的 来 我们就来看 从3月19号到今天为止 哇 这个4月的台子期 真的是整个台湾走一周 不只台湾走一周 而且还到了太平洋去了 真的吗 来 咱们这会来看 来 各位好朋友 从3月19号一直到3月28号 3月28号是上个礼拜五 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觉得说 这个行情真的是从台北 一路沙到了屏东 那沙到了屏东之后 马上就做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反转 180度的一个反转 马上就回到了这个基隆 这个是到了上个礼拜我的事 要没了 那接下来 这个礼拜从基隆出发 基隆出发又出发到哪里 我们一起来看看 来 咱们这会来看 如果说基隆是在这边 礼拜一是3月31号 是不是从基隆出发到这边 哦 这样一直创 到了最高点 是不是已经来到了8888点了 然后又继续再往上面供 那你说张老师 基隆 这样他是要供到哪里去 如果说基隆是在这边的话 他的上面 在右边 这个地方不就是太平洋了吗 各位 我哪管他是太平洋也好 哪管他是巴士海峡也好 各位 最重要的是什么 行情这么大 那怎么样才能够去赚到 起货市场上的钱 这个是张家豪 张老师最关心的 也是在座各位朋友 最关心的事情嘛 所以说怎么样去赚到 起货市场上的钱 各位 行情这么大 是不是大家都看到了 你看到了 张老师也看到了 我相信每一位投资朋友 都看到了 但是怎么去赚到 起货市场上的钱 最重要的 看到之外 各位 你还要能够去买到 去空到 你才能够真的赚到 起货市场上的钱嘛 那怎么去买到 怎么去空到呢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依靠您市集手上的一个辅助工具了 您手上的辅助工具 它是不是要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清楚 更重要的 它要在最关键的时间点 一个非常清楚的指令 告诉我们 在这个地方被转弯了 在这个地方要做180度的回转了 赶快 手上的部位赶快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你手上的一个辅助工具 就要具备这样的一个特性 什么样的特性 它必须要很简单的 不用电脑 它要很清楚的 轻轻处处的告诉我们 到底什么地方 我们手上的部位 要去做一个调整的 那以张老师本身来讲 我觉得胜负的关键 真的就是 在你手上的这个辅助工具 所以张老师本身来讲 我一定主动提供给 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 每个人手上都跟张老师一样 我们都拿的都是同一台 每个人手上都是有一样 这个初期资胜系统 为了就是让我们的会员朋友 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已经看到这么庞大的一个行情了 但是你也要看到之外 你还要能够买到 还要能够空到 你才真的有办法去赚到 起货市场上的钱嘛 好 我举个例子跟各位报告 来 我们就先从上个礼拜的例子 跟各位报告 来 各位好朋友 上个礼拜的例子 是从这个行情 是从台北杀到屏东 屏东之后又急速的杀回基隆 那各位你看到了 但是重要的是 你要能够在这个地方去放空 在这个地方空单平仓 接着多单全部进场去做一个布局 那怎么去看到 是不是依靠的就是你手上的一个辅助工具 所以张老师本身来讲 我提供给会员朋友的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波段指标的 这个波段指标呢 他每15分钟扫描盘面的多空能量 他会在最关键的时刻 什么叫做最关键的时刻 3月19号早上的9点15分 他是不是在8G23这个地方 侦测到 这个地方空方准备发动工具了 第一时间他就跳出一个讯号提醒我们 张老师看到了 会员朋友也看到了 因为我们拿的都是同一台机器码 所以我们是在同一分同一秒看到了 但是张老师看到之后呢 一定在发一通文字简讯 空单当然要全力进场去做一个布局啊 那空单进场之后 指数一路大跌172点 是不是来到了3月24号 也就是上个礼拜一早上的10点15分 他在8551这个地方侦测到 在这个地方空方已经宣泄完毕了 接下来多单要全力进场去做一个布局了 同样的多单进场布局之后 指数是不是又一路往上大涨166点 这个是到了上个礼拜五的事情 好那我们紧接着来看 接下来这个礼拜呢 这个礼拜如果说 从基隆开始出发的话 哇他已经飘到太平洋去了 那这种行情怎么办 从这边这样子一路再往上涨 最高点已经来到了8888点了 那怎么办 同样的啊 还是要依赖你手上的辅助工具 好那我们先在那赶快请导播 找到这个初级之胜 如果说像这个礼拜来讲的话 这个波段指标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操作 来我们这位来看 来各位好朋友我们来看哦 初级自胜 所有的操作都很简单的 只有一个按键按下去 指标就只有两个 如果是习惯操作大波段的 当然要看波段指标 波段指标怎么看 一个按键按下去 它就要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我们的空单要出场 多单要进场 什么时候我们的部位 又要再做一个调整 这个画面比较小 我把它做一个放大 清清楚楚的来跟我们的 所有的好朋友来做一个 举例来做一个介绍 来我们这位来看哦 来各位 这个是从3月31号 也就是礼拜一一直到今天 今天是4月3号礼拜四啊 这四个交易日以来 波段指标所有的一个讯号 在这个地方完整的跟各位呈现 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来我们来看 3月31号礼拜一 它是不是在1点30分的时候 它是不是在8764这地方 出现了一个红色向上肩号 出现红色向上肩号 当然我们手上如果有空单的 全部出场 接着多单全力进场 去做一个布局 多单进场布局之后 指数是不是一路大涨了53点 那也大涨53点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来到了4月1号 早4月1号的下午1点15分 它在8817这地方 出现了一个空方讯号 那出现空方讯号怎么办呢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手上如果有多单的 不管说做对也好 做错也好 不管它 反正看到空方讯号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但是你说张老师 可是他的下一个讯号 马上又是多单讯号 那怎么办 各位好朋友 张老师在这边 必须要非常清楚的 跟各位来做一个仔细的报告 因为波段指标 它是每15分钟 它就会去扫描一次盘面的多空能量 所以当他侦测到盘面的多空能量 一旦有所改变的时候 他也非常非常真实的 在第一时间就跳出一个讯号来提醒我们 那这时候呢 不管说手上的部位 是做对的赚钱的 或是做错的赔钱的 不管它 反正我们就依照这个指标操作 即使你不依照指标操作 你闭着眼睛 假装没看到 张老师也会一定看到之后 再发一通文字简讯 清清楚楚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会员朋友 都非常清楚知道 到底我们手上的部位 什么时候要去做一个调整 好 那这一笔多单进场之后 哇 果然指数一路暴涨了56点 隔天是不是来到了 4月2号早上的10点30分 它是不是在8867这地方 又出现了一个空方的讯号 那出现空方讯号 它管它 不管是做对也好 不管是做错也好 反正看到空方讯号 手上的多单部位 就要全部的平常出场 接着空单进场去做一个布局 就是这么样去做一个循环 那各位好朋友 我们来看 假设破断指标 它没有在这个地方 非常真实的告诉我们 那我们留了一笔空单在这个地方 结果隔天一开牌 哇 马上被嘎了56点 那这样子压力会不会很大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压力就真的真的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各位好朋友 指数它不断的在创新高 但是真正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各位如果是要反转的时候 你就要记得要会跑 那怎么样会跑 你手上的这个辅助工具 就是不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来我们对四月的台子期 3月19号看到 今天为止 今天是4月3号 来我们来看 是不是各位 你看到了 看到了还不够哦 你看到了 并且你去买到了 你去空到了 各位 你才是奇卧市场上最大的一个赢家嘛 那这个礼拜呢 这个礼拜你也是同样啊 各位 你是不是看到了 而且你去买到了 去空到了 你才真的是奇卧市场上最大的赢家嘛 所以张老师就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 来 我们来看 366 来 114 各位好朋友 这段行情这么样的一个庞大 那大家不是说 每天要投资自己一点 各位 这么样一段时间 这行情绝对超过440点 那每天投资自己一点 12个交易日 已经把这一整年的这个成本 都已经给它看开了 那我就搞不懂说 为什么有些人 那就是说 我只要做当冲 我就是不能做破断 破断压力好大哦 各位 关键点就在你手上的这个辅助工具 它是不是真的具备这样的一个特性 它具备很清楚 并且我们长期去观察下 它真的是具备一个很稳定 这样子的话 各位 你手上的辅助工具 才能真正的帮助你掌握 不管是这种非常大波段的一个机会 或是说只有做当冲的这个机会 所以张老师本身来讲的话 我觉得各位好朋友 大波段机会来的时候 当然也要去掌握啊 如果说你还是坚持说 我真的是这样 感觉这样流畅的压力真的很大 这样也没关系 那如果说只有做当冲的话 哇 那这段时间 当冲这个出手点啊 就要非常非常的犀利哦 为什么呢 那这段时间的一个出手点 要怎么样非常非常的犀利 才能够掌握到 哇 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行情啊 各位 也不用紧张 先休息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回来 张家豪马上跟各位报告 什么叫做当冲指标 什么叫做八炼庄 八炼庄 他是要怎么炼庄 来 我们先休息 马上回来哦 好 生风气 不怕枯萨水冷气气 感谢提供道博皮 让我们的虞腻肥 软大皮 做出来的黑衣紙 香香香香 金四十 黑衣紙要好吃的事情 都客气是很生的 如果将心开心 我们都外国休息的时候 一步要补力 今天才开心 亚洲头顾 出奇至胜 波段指标 亚洲头顾 零二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别问我草本曲纹喷哦 小黑蚊也泡泡哦 倒着喷也OK哦 有喷的包比哦 别问我草本曲纹系列 多在起上点 空在起跌点 掌握多空趋势 棋子看起鸡 开机得第一 开机得第一 与其看大盘颜色 不如依照趋势操作 亚洲头顾 零二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放松 放松 在你的 超大台面 完美无缝 不常够 凯撒一体磁盆 凯撒未遇 亚洲头顾 出奇至胜 波段指标 亚洲头顾 零二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海 感谢各位朋友 再回到节目现场 那如果说这一段时间 哇 这么样一个庞大的一个行情 那各位好朋友 我还是说 我先做当冲就好了 那各位好朋友 你的当冲就要 非常非常的一个犀利 那怎么样去做到 当冲非常的犀利 甚至已经做到 八连装了呢 来各位好朋友 只有一个重点 要去把握 各位 你手上的辅助工具 它就要非常简单 而且清楚 更重要的 它必须具备一个稳定度 这三点里面 哪一点最重要 以张老师本身来讲的话 我觉得稳定度 是第一重要的 为什么 来我们来看看 今天当冲 应该怎么冲 各位 是不是在一开盘的时候 就要决定了 今天当冲 怎么冲 当然是一开盘就决定 一开盘要怎么决定 来我们赶快请导播 照到出局资政 当冲指标 就把它点下去了 来我们之后来看 来各位好朋友 我们是不是来看到 当冲指标 指标就只有两个 依照个人的操作习惯不同 有波段指标 跟当冲指标 如果是做当冲的朋友 当然是当冲指标 就把它点下去 当冲指标 什么时候点 八点四十五分 当冲指标 就要把它点下去了 来以今天为例 今天是不是 四月三号 礼拜四 八八五九 多单进场 各位 有了方向 有了点位 接下来呢 当然是电话 直接拿起来 跟影院就做一个 下单的动作了 来各位好朋友 你有没有觉得 今天的行情发展 几乎跟上个礼拜五 完全一模一样 怎么会是一模一样呢 来 我们这位来看喔 来各位好朋友 今天的一个行情 真的跟上个礼拜五 完全一模一样 为什么 来 今天 八八五九 多单进场 那多单进场之后 指数是不是先做了一个压回 但是压回之后 指数是不是一路 非常快速的一个 往上做一个攻坚 最高点 是不是来到了 八八七八 什么时候出现 高点二十六分 但是高点出现之后呢 它又做了一个 非常快速的一个下沙 最低点出现在八八四五 什么时候 十点零九分 那各位好朋友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一天的行情 真的也是一种 上冲下行的一个行情 如果在这一天 盘中的时候 这样子冲上去 多单进场 杀下来 空单进场 又在那边盘整 这个行情 真的是一个行车 真的会晕车的一个行情 所以怎么处理 各位 是不是你手上的辅助工具 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 怎么 来 我们再看一次 干 点下去怎么办 八八五九 多单进场 好 多单进场 就给他多单进场 可是多单进场 之后怎么办呢 来 张老师发了一通文字简讯 什么时候发了 在九点二十五分的时候 张老师发了一通文字简讯 这通文字简讯很重要 我们这位来看 来 让我们慢慢来看 当冲的会员朋友 目前台子零四报价在 八八七六 那因为这个 长价前吸纳市场观望 指数表现空间有限 依照当中指标进场的多单 我们当然可以就先行做一个平仓出场的动作 什么时候发出去了 九点二十五分 当时价位在哪里 八八七六 来 结果我们今天 我们这位来看 来 八八五九多单进场 什么时候知道的 配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当中指标 加点下去知道的啊 来 那多单进场之后呢 最低点压到了八八五三 不管它 反正我们就直接跟医院说 就是八八五九帮我多单进场 那多单进场之后呢 指数是不是有压下来 不管它 结果拉上去 到九点二十五分的时候 张老师是不是发了一通文字简讯 现在的指数报价在八八七六 那依照当中指标进场的一个多单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先行做一个平常出场的动作了 结果下一分钟 九点二十六分 最高点八八七八出现之后 指数是不是非常快速的灌压 到了十点零九分 马上压回到了八千八百四十五点 各位 这个叫什么 当中特快车啊 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天的行情 跟上个礼拜五 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行情 来 那来看 上个礼拜五发生了什么事情 来 上个礼拜五是三月二十八号 三月二十八号 刚好八点四十五分的时候 当中指标掉下去 他告诉我们什么 8750多单进场 那多单进场完毕之后呢 指数次是一路非常快速的往上拉来 到了九点四十二分的时候 指数来到了八七七三 那张老师赶快发了一通文字简讯啊 在这个地方感觉不太对劲 那我们 我们赶快做一个下车的动作 各位 那八七五零多单进场 拉上去 当然可以先行做一个停舱出场啊 那你不停舱的话 张老师也会在发一通文字简讯 赶快跟各位建议说 今天的情况不太对劲哦 结果各位 我们来看 那当你出场之后呢 指数次是一路非常快速的往下灌压 到了十点十五分的时候 已经杀到了八七百三十一点 各位 要不要这样子冲上去多单进场 杀下来 又空单去最多 哦 这样子真的会晕车呢 所以是不是想要准准 在一开板的时候 手上的辅助工具轻轻车车给我们说 我们就当冲 就想要准准一片档就好了啊 真的到了该下车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下车就好了啊 所以各位 你发现了一件是什么事情 各位 这个叫做一个 您辅助工具的一个稳定度 当它面对一样的情况的时候 它应该做出完全一样的一个处置方式 不相信的话 我们再继续往前看哦 其实这一个礼拜以来 每天都是一个关键哦 什么样的一个关键 那这位来看哦 来 4月2号这一天 4月2号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来 4月2号这一天 是不是8点45分的时候 当冲指标就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 它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8847多单进场 那当然就是直接多单进场啊 那多单进场完毕之后 是不是到了9点21分的时候 哇 杀到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字哦 8888 好久没有看到了哦 那到了这个数字 各位那你已经到了目标了啊 那到了目标 当然你就可以先行 做一个平仓促强的动作了 那各位好朋友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21分钟在上个礼拜 也出现了一次 上个礼拜什么时候 3月27号啊 来 来 来看 3月27号发生了什么事 8点45分的时候 8703多单进场 怎么知道的 当冲指标掉下去啊 那就多单进场 结果呢 到了9点06分的时候 它是不是来到了8733 各位 从开盘8点45分到9点06分的时候 经过了多久的时间 是不是只有经过了21分钟的时间 各位那你已经就到达了目的地了啊 所以我觉得一个系统的稳定度 它面对同样的一个情况 它必须要做出完全一样的一个反应 这个就是我们在检查 我们手上辅助工具的时候 它是不是具备一个稳定度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评断的一个依据哦 好 那我们再看到4月1号 来 4月1号这一天 这一天怎么办 赶快啦 8点45分当中 只要点下去 它告诉我们8786多单进场 多单进场完毕之后呢 指数一路往上大涨 还拉了一个尾盘 所以开盘多单勇敢进场的 你不就是奇博市场上 最大的一个赢家吗 那这种情况出现在什么时候 上个礼拜二啊 上个礼拜二嘛 是一模一样啊 8591多单进场 那这一天压回之后 开始拉高 休息再拉尾盘 那怎么办 同样的情况 你手上的辅助工具 应当要做出完全一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礼拜 我觉得每天的情况 都刚好找到上个礼拜 有一天完全一模一样的 来做一个对应 不相信的话 我们再次会看一次 礼拜一是3月31号 3月31号发生了什么事情 来 3月31号 当中指标点下去 它告诉我们什么 8757多单进场 结果这一天的情况 它是跳空开高 跳空开高之后 它做了一个压回 压回之后呢 它又开始做了一个回升 这种开高压回 再拉高的一个过程当中 怎么办 是不是当中指标 8点45分你把它点下去 它告诉我们什么 8755多单进场 你就依照指标操作 8757多单进场 各位 那这一度拉抬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觉得笑脸都是一样的 真的是一样吗 来 3月26号上个礼拜三 各位你不也是看到一个笑脸吗 那看到笑脸之外 你看到当天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 当天的情况也是拉高 先压低再拉盘 那怎么办 是不是你手上的辅助工具 面对这完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它理应做出完全一样的一个情况 连笑脸都是一样的 所以各位 你真的看到了 你还要去买到 那你才真的是起货市场上最大的一个赢家吗 所以各位好朋友 其实这一个礼拜过去了 你看到这边张老师发现了一个情况 各位 你真正很厉害做机会 真的吗 你是不是已经八连装了 过去这四个交易日以来 是不是每一天都跟上个礼拜 刚好多有一天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对应 而且你的辅助工具 它也做出了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反应 所以各位不要忘记货博 你真正很厉害做机会 所以你说张老师 我是真正 今天一天很厉害做机会吗 不是 你一个月前 你就很会做期货了 真的吗 来我们来看 你是不是当中指标 从2月26号一直到3月26号 这二四个交易日当中 出手了20次 只停损了两次 你说张老师 我是从上个月就这么会做期货吗 不是 各位好朋友 你从五个月前 你就很会做期货了 真的吗 来我们再看 去年11月4号到11月29号 同样20个交易日当中指标 出手20次 其中只有一次 错 其他的都做到 都没做不到 各位 你是不是发现你真的很会做期货 你怎么会做期货的 各位 不就依照你手上的一个辅助工具吗 所以各位好朋友 你手上的辅助工具 是不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 很多 张老师也真的在这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 不管是新朋友也好 不管是旧朋友也好 张老师真的非常感恩 各位 大家都觉得 真的 这个手上的辅助工具 真的就是扮演辅引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陆陆续续的很多朋友 都来做了一个把这个手上辅助工具 继续做一个延展的一个动作 所以张老师本来是在这个礼拜 在4月份 其实已经跟公司报告说 这个168 这一个计划 从4月份要调升成188了 但是张老师不只在旁中 这个保护会员朋友的这个指数 当然在这个战旗的部分也要保护一下 所以张老师赶快跟公司争取 拜托 就是到4月6号 这个168就把它做一个截止了 所以各位好朋友 如果说你手上有出席自胜了 赶快直接跟你的服务人员赶快打个电话 了解一下上面这168 然后如果说手上还没有辅助工具了 4月7号开始 你要成为市场上最大的赢家 赶快搭个顺风车 这个168 赶快拨个电话给服务人员 来做个咨询 做个下询 那最后张佳也要在这个地方祝福各位 祝福各位 合家平安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采用环境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特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来杯调酒吧 冰火创作拿十万 新测游戏抽大奖 详情点掌活动网站 来杯调酒吧 冰火创作拿十万 新测游戏抽大奖 详情点掌活动网站 多在起伤点 空在起伤点 掌握多空趋势 棋子看起机 开机得第一 以及看大盘颜色 不如依照趋势操作 亚洲投顾 02-2578-3777 2578-3777 RELAX IN YOUR ECOSYSER 无水 缅电 亦菌 亦臭 凯撒WATER FREE绿能科技 无水变斗 凯撒未遇 亚洲投入 出奇至胜 波段指标 亚洲投顾02-2578-3777 2578-3777 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 股胜绿咖喱新上市 多在起伤点 空在起伤点 掌握多空趋势 旗子看起机 开机得第一 以及看大盘颜色 不如依照趋势操作 亚洲投顾02-2578-3777 2578-3777 欢迎收看一分钟焦点新闻 带你掌握台股重点消息 联发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客